今天要介绍米Max2 大家好我是CK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标题就是米Max2跟米Max 到底米Max第二代呢做了哪方面的提升 今天我两台电话都在我的手上 然后我给大家做一个简短容易明白的分析 让大家知道你买了米Max2过后呢 会得到什么样的提升配置上跟米Max第一代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提升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上方有个小小四方形的那个就是米Max第二代的这个同步了的跟我这个手机里同步的一个画面啊 就是这样的界面 然后呢我们来先看看外形米Max2呢跟米Max第一代呢的外形上 有什么不同 今天这两款呢我拿的米Max2呢是拿4GB RAM64GB的 这是米Max2啦这是米Max第一代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配置上做了哪些的提升跟不同 我们先来说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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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Max2呢暂时就只有金色罢了 一个颜色 然后米Max呢就有金色银色两个色 大家可以看到外形的话呢 其实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啦 长得有一点点像但是又可以说有一点点的改变怎么说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金色的是米Max2 银色的是米Max1 米Max2呢这一边的边框 在上跟下的边框区呢会有多一个感觉像有一个盖的感觉 他的拉边设计我们可以这么说拉边设计就是这个背部做了一个改变罢了 然后米Max第一代呢 这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条线跟下面的一条线做一个区分一个partition的一个标志 然后米Max2呢他就没有这个标志 他就把这一个上面跟下面呢拉多一个金色边框 大家可以看到吗金色边框 这只是外形上的不同了 大致上其他的呢都一样 正面呢基本上也是分不太出来的好 再来呢我们就说他的配置吧 配置方面呢米Max2 他跟米Max1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电量 米Max第一代呢他的电量是4850mAh 米Max2呢这一次非常的给力 我可以这么说非常的给力 直接把你的里面的电量提升到5300mAh了 就是说你的电话有5300mAh 单听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这台电话的主打当然是电量很强 屏幕大屏幕当然一样是6.4寸 处理器呢米Max第一代是用650 Snapdragon 米Max2呢第二代呢是用625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哎怎么怎么米Max2的这个处理器反而是变成625呢 而不用不采用650 哦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现在的话呢 snapdragon 650已经在市面上已经没有了 所以小米这次直接的跟 烧融做一个配合就是直接采用625 因为625的处理器是省电处理器 然后性能方面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不必担心这个625跟650的速度上有什么差别 但是大家绝对可以放心625的性能跟省电量会比650来的更加理想 这就是625的一个改变 然后呢 RAN呢 这一次米Max2呢是采用4GB RAM 64GB的 然后米Max呢是采用3GB RAM 64GB RAN方面呢米Max2会更大一些 然后最明显的不同就是相机的提升 可能大家看数据上 米Max第一代是1600万像素 米Max第二代是1200万像素 但是大家要知道相机的清楚和的高清程度呢 不是看那个相机的多少万像素的 而是看他们采用的LAN 这一次呢米Max2 他采用的LAN呢是采用米6的 就是小米6的 所以他的画质呢 你拍起来非常的清楚 他的厚值1200万 但是拍起来很清楚 我可以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啊这个是他前置前置500万 前置也是有自动对焦 自动美颜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 呃非常的漂亮 自动的美颜 年龄上也会直接的显示 告诉你啊 这是小米本身就有的一个APP啦 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好提的 但是呢 厚值我是觉得非常的好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厚值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像素 厚值的像素呢非常的轻 我可以试拍几张 虽然1200万 但是电话不是看这个1200万 是看他们的LAND的 这个米Mesh2的像素呢 我是觉得非常的好啊 这是米Mesh第一代 米Mesh第一代的外形 嗯 像素方面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可以想一下 第一代的米Mesh2用了1600万 虽然是很高 但是可能在画质上面呢 跟一般的电话比 可能还是有点区别 但是米Mesh2 这次把电量做了一个提升 相机也做了一个提升 很大的提升 让整台电话 可以用起来更耐电 拍摄起来的效果更好 所以这一次呢 米Mesh2做了两个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提升 第一点 Processor用了625更省电 然后电量提升到5300更耐电 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相机的像素厚值 所以让你拍摄起来的画面啊 画质啊更让你满意 这是我觉得这两点 是非常值得考虑去购买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相机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然后加上大屏幕手机 现在你拿来看戏 看了一天 可能看了几个小时都不必充什么电 因为5300的电量非常的值得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系统 当然它现在采用的是安卓7了啊 安卓版本7.1.1 然后MIUI版本也是已经到了MIUI8 然后MIMAX2 这是它的model 啊 然后这是4GB RAM 机身 储存呢 是64GB的 这是它一个配置上的一个显示 然后电量5300 然后采用Snapdragon 625 但是在电话里是不会显示Snapdragon 625的 它只会显示 8核最高2.0GHz 啊 所以大家这台手机可以值得考虑啊 MIMAX1提升到MIMAX2做了更好的相机改善跟电量的提升 所以有兴趣的快点PM我CK 我是CK 是今天的介绍人跟主持人 你可以看我上方有我的电话号码 直接的PM我 在视频要结束前呢 那我们再来拍几张照啊 给给大家看一下 4GB RAM 64GB的MIMAX2 第二代跟小米 嗯 我个人是觉得蛮不错的啦 在美颜方面啊拍照 因为它的厚值拍的蛮美的 所以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今天就是我简短的MIMAX2介绍 想要购买的快点PM我们主业 我们主业有帮你邮寄到你的家里 所以绝对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的邮寄是有保险的 可以放心 不明白的直接WhatsApp我 我的电话号码在上方哦 然后记得follow我们的主页 The Voself Live Channel 今天很开心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咯 Bye